人间的事情无常 人在人道里边 天有阴晴缘缺 人有旦夕祸福 因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的 所以他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烦恼 所以在烦恼当中 他就不断会一会好一会不好 一会发神经病一会正常 一会感动的哭 一会感动的来 什么都不想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菩萨到人间 为什么也会迷失 就是因为人间这个气场 它是我们说是无常的 所以无常的世界 就会造成你无常的心灵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师父怎样对应呢 怎么对应啊 天天念经 天天在这个环境当中 天天不接触外城 你是不是就变成天天稳定了 所以为什么不让你们去接触外城 为什么让法师在山上修啊 不让你们接触人间的那些烂事 就天天在天山上修行 念经 打坐 学佛 实在 种地 你天天就这么过过过过到最后 他是修出世法以后到天上去了 你现在知道修路世法多难啊 你要抵抗所有的诱惑啊 多少诱惑你知道吗 哎呀师父你看我师父其实我们是在家居住 虽然没出家但做要做到新要出家 要严守戒律啊师父 难啊 嘴上讲讲容易的 就是我那些那个那个秘书住的小朋友 哎呦一两天感动得了又掉眼泪了 过两天又翻戒了 这没办法的 这就人呐 如果再再翻大戒们就畜生 再翻大戒们就下去 就这么办法 天天想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就跟人的心脏指标一样的 心电图 脑电图为什么都上上下下 这还不懂啊 告诉你们 人间什么东西都无常的 连股票都是上上下下 汇率都是上上下下 人的心情也是上上下下 人的身体也是上上下下 你说哪哪一天不上上下下的 叫七上八下 哈哈 师父啊 真的 真的这个人 就是普达呢 当时说的 要看头看破这个人间 借家修正呀 对啊 人间不可得的 太无常了 有什么意思啊 今天开心 明天不开心 明天不开心 后天又开心 就像个疯子 像个神经病一样 一会笑一会哭的 这就是人间 这个人间现在把人折磨得来 人不像人的 一会疯疯癫癫 一会开心啊 笑啊 一会 你说他像不像神经病啊 如果把它浓缩起来 一会笑一会哭不就神经病 神经病医院们就这样的呀 我说明天不开心啊 你吃完 我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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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完